互國神山臺積電十六號出席 股價跳空開高 漲幅超過百分之一 上演苗田席大秀 領軍臺股攻高 一度佔上一萬七千八百點 聯電利基電同步走揚 但隨後賣押出籠 中場漲幅收斂到百分之一內 臺積電則收在全場最高六百零五元 而加權指數上漲一百二十五點 以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五點 坐收站穩各期均線 成交量放大到三千一百一十六億 臺積電的田席 主要還是跟昨天晚上的美股 有很大的關係 那美股昨天其實在聯準會的 會有決議裡面是宣布 很可能明年要升息三次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投信不會有作帳 但是他會換股集團會有作帳 那這幾股力量加起來的話 如果指數能夠快速站穩一萬八 當然是比較好 如果沒有辦法快速的話 今年的高點應該就是一八零三四 專家表示臺股多頭 步調還需觀望 但法人看好短線 仍渴望再挑戰萬八 因為根據統計 臺股近二十年來 十二月只有三個年度下跌 上漲機率高達八成五 加上配合年底作帳 啟動作夢行情 投資人對臺股不必太過悲觀 資歷會到四點八左右 那四點八全世界首相無敵 你就知道說台股現在表 乍看之下 你會覺得一萬七一萬八 是高處不稱寒 但是台股的底液是深的 也就是說台股現在 如果你深究它基本面 台股並不貴 台股靜觀情確 財訊傳媒董事長 謝金河直言 除非台積電出來領軍 否則指數會省著用 不會亂衝 明年行情以殖利率高 基期較低的個股 比較有機會 三立新聞 楊超成 蘇雲寬 李文科 李萌珊 台北報導